老杨到处说 香港的政治生态发生了巨变 这就不用说 我就说了很多一系列的文章 现在出现一个现象 忠诚的废物 正在跟废财的学者对干 北京的大腹法 好像在香港惹了众怒 至少是建制派不赖给他 这不仅仅表现这种无礼 来自北京的北大人 其实是一种巨傲蔑视心态的 自然的流露 被香港舆论一直认知为 大护法的北京航空大学的副教授 全国港澳研究会的理事田飞龙 早几天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提出 2021年两会之后 将会以爱国者治港为主轴的 新的选举法 将会是香港历史上的宪法时刻 它的重要性跟基本法 开始相提并论 跟港版国安法也差不多 田飞龙认为 新的制度一方面 对建制派会提供更多的席位 当然对他们的要求也会升级 如果你们服务不好市民 就必须下台 中央需要的不是橡皮图章 或者忠诚的废物 而是贤能的爱国者 至于温和的泛民主派 田飞龙认为应该跟激进派切割 努力成为爱国者 并时刻保持底线忠诚 这篇文章的题目 叫做爱国者治港 香港民主的心声 当然他解释 这个爱国 包括对党的领导的尊重 他认为党的领导 是国体的核心要素 不等于就要求你爱党 爱党是党员的义务 香港人作为中国公民 承担着爱国义务 对共产党尊重 而不是强制的热爱 他相信这个新的选举制度 对建制派和非建制派 都是重要的考验 中央需要的不是橡皮涂章 或者忠诚废物 而是闲能的爱国者 坚定的爱国者 是升级版的要求 对于非建政派 你要做建制性的民主派 要跟激进派切割 要保持底线忠诚 要回归忠诚反对派的范畴 这位大副法议期 以爱国者治港 重构香港选举制度和管制体系 不是既往的小修小补 而是结构性系统性的制度变革 中央重构 香港选举制度从公权力产生源头 堵住反中乱港势力 进入权力架构的通道 从今往后 清一色的 一溜烟的全部是爱国者 而且一定要是闲能爱国者 随时发现是废财废物赶走 那么就对再任者 要进行宣誓监督惩戒 全程管理 这是香港民主的心声 其实跟大陆两会的制度也差不多 这位仁兄 其实这些年的香港社会扮演的角色 就是大复法 他品牌知名度很高 经常好像感觉恍惚 他就是中央政府的权威发言人 大复法 那当然不一样了 是吧 法轮功 轮子功的大复法 理什么理什么宽 这个呢 我们就不说他了 他经常是这样 对香港社会各界指指点点 所谓这个忠诚的废物一言祭出 随即着遭到香港不同界别的人士的返存相机 很多自媒体节目天天拿着算 当然他还不一定听得到 前香港特区政府公务员事务局的局长王永平 那么在香港的《众新闻》写文章说 忠诚的废物和忠诚的反对党 他说这位田飞龙虽然不能代表中央 但他很多说法相信是反映国家领导人的立场 不得了 他成了习近平主席等人的喉舌了 多数香港人都能意识到 北京立场很明确 无论是政治官员或者建制人士 对中央的忠诚是必要的 但你要保住你的权位 天天领那个几十万的高薪 你还要做出成绩 王永平试图用西方政治学的忠诚反对派 来折冲和削减 田飞龙忠诚的废物对香港政坛的负面影响 但很清楚的看到 在爱国者治港的新制度之下 被包容的非建制派 不可能是有实质意义的忠诚反对派 乖乖的听我的话 举手 说一些言不着意的话 而且他认为香港未来的选举制度 一定是要跟西方民主切割 抄袭后者的概念 是政治不正确 所以也不可能有忠诚反对派这个概念出现 他认为实事求是 把将来香港的非建制派 将来的香港的非建制派 就好像内地的八个民主党派 存在的价值就是在爱国者的管制之下 对经济民生政策提携意见 无论政府你接受不接受 最终你也要合作 更不要制造麻烦 一制造麻烦就把你开掉 田飞龙这个大副法 这番话几乎是指着香港政府官员和香港建制派的笔子骂 我记得1949年以后的港澳工作 时代变迁 换了几拨的领导人 周恩来廖成志 接着胡耀邦 薄一波 还有很多 我们就接下来就不说了 即便是在文革几朵年代 亦或是八十年代许家屯南下治港 以及在处理中英谈判后过都期的鲁平礼后陈卓尔 那就够惨够左的 以及今天还在位的张晓明 也许他们对香港的几个谣 自己有很多时候都有恨铁不成钢的心情 但从来没有人敢当众 指着建制派的笔子骂 骂他们废物 而且是忠诚的废物 我们知道忠诚的废物比真的废物更不值钱 王永平呢 这退休官员 局外人 局内人就不可能像他这样忍生吞吞气 顾左右而言 他说些委婉的话 任你大护法拍桌子吹胡子瞪眼 是吧 建制派的大佬曾玉成 已经一声不吭 谭耀宗贵为人大常委 也不敢对号入座 郑耀堂等公联会的老左派 估计政治水平不高 也不敢跟他一较长短 没有班华哥这位来势汹汹的大夫 一针高低 但是忠诚废物论 矛头直指香港建制派阵营 所以也有人要站出来说话 从政三十年的 全国人大代表叶国谦 直言对这番言论很反感 他在交购了星岛日报 还其他媒体访问的时候说 当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表达的自由 但用上这些字眼 什么忠诚的废物 这非常没有礼貌 是侮辱性的说法 叶国谦 前国人大代表 质疑天飞龙 你有不满的可以严厉批名 但有关字眼不是学者应该采用的语言 当然作为喉舌 作为权威发言人也不能这么说 用上这样的论述 可能别人会觉得 你呢 就是废材学者 好了 一个是忠诚的废物 一个是废材学者 还没有开始选举 两兆人马就开始公开骂起来了 叶国谦 还是香港的那思维 他认为 每个人的参政议政 都有他的理念主张 无论他是地区执选 或者功能阻别 选拟会产生必要通过授权机制 你既然已经能够上这个线 你的能力是不是符合 大家都会有理性的评价 所以坚信未来的议会里面 没有免费的政治午餐 大浪逃杀做不好 自然会被淘汰 淘汰你也不能说人家是 忠诚的废物 有意见说 有关田飞龙的论述 反映了有声音的怪责 建制派过去几年来 没有能够在立法会成功压制民主派 但是叶国坚认为不是 很多大陆的学者 甚至香港学者 都不能明白立法会本身存在的问题 虽然建制派的议会里面占多数 不代表就可以人意而为 这是香港的规矩 你也可以说殖民地留下来的 一个议会政治的弥产 也就是说越是占多数 你越是蛮横无理的形式 社会反应会非常大 而且是很负面 相反的反对派发烂杂 也就是发怒 社会的龙冷度又会很高 今天的香港这样的政治生态 还没有一个本质性的变化 他说市民对直接选举和坚决选举 都有自己的看法 反民主派的地区只选 成绩往往要赢过建制派 你人数比较多 对加持 你的民权授权比你大 这个矛盾吵来吵去就是解不开 他认为这一次选举的改革 可以彻底整治这个问题 只要容许爱国长治港 否则一般反对者来反对的 只会搞事 我认为这个说法也是比较平实的 第一点我要归纳一下 田辉龙忠诚的废物 这句话一杆子打翻了 香港建制派的所有的人 二十多年来 他们的付出 他们的经营 他们的努力 受到叶国谦的反击 理所当然 第二 把香港回国以来 出了诸多种种的失误和措施 所有的责任都一股脑 推卸到香港的建制派阵营 其实是另外一种 本末导致混淆视听 所有香港回归的一国两制 所有的责任 所有的事物 真正的责任在北京 在北京中南海 八十年代 把香港工作的所有事物 都归咎于港澳工委 原来的领导 和本地左派组织团体的一左二载 其实也是错误的 所有香港发生的问题 根子在北京 根子的极左路线 和行左石右的事物业方式 今天也一样 第三点 香港的一国两制 择无旁贷地进入了习近平主导的2.0 所以王永平说的话 把香港的非建制派 说成是未来内地的八个民主党派 他忘记了 内地的八个民主党派 早就要时刻听港的话 而这一点 香港的建制派 好像还没有做好 这充分的思想准备 但是澳门的建制派 早就做好准备 听党话 跟党走 这是澳门政协武员 公开发出的心声 澳门的香港的建制派 还有没有人敢这么深情的公开的呼唤 第四 香港原有的政治生态链已经终止 新的政治生态链还没有完全构建 初期出现北大人像田辉龙这样的 居高临下移植气使 直策中程废物 已经被视之为无礼 并与废才学者反存相机 叶国谦这个时候说这些话 也是需要点勇气的 体制内的田辉龙肯定不止一个 他的表达 他的姿态 是有代表性的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